我现在在西关大街啊 今天到这边就吃一个包子 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包子 一起去试一下吧 到了啊 可以看到好几个大姐 再包包子 很多都是直接打包带走的 我还有两个那个精卫素 不是你的 哦不是我的 哦不是我的 你从里边还有一个一斤吧 一斤吧 四十五 四十五加两个 这一点肉的一个端菜 一个白菜的八块 四十五加八五十三 五十三加 一个两块葫芦 这是我的吗 排了差不多半个小时啊 开始吃了啊 它这昏的就一种馅了 传统的猪肉包 四十五块钱一斤 一斤是三十个 合着就是一块五一个 试一下啊 来一口啊 一咬这个汤汁都流出来了 猪肉大葱的 打开一个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了吗 它这个是水线的 然后拌发面的 它这个馅里面是加了那个 汤冻成的那个汤冻 所以汁水特别的多啊 一蒸就化了 还要了两个精味素的 两块钱一个 里面是 里面是 豆腐菜 酱豆 然后加了一些香菜 豆干 这个绝对就是在天津以外的从事吃不到的啊 这个馅 天津特有的 但是讲真的啊 有的人会吃不习惯 对 我个人感觉还挺不错的 这种包子就是 你说不上它有多特别 但就是吃的很香啊 一口接一口 然后一个接一个的 在天津还就是这种传统的包子好吃啊 这包子确实不错 但是 个人感觉有一点美中不足的就是 它这个 没有那个小米粥 就是 配的是那个 有那鸡蛋蛋还有那个云豚 没有小米粥 我个人还是喜欢就是粥 配这个包子 感觉是YYDS的 你觉得呢 现在已经快一点了啊 外面还在排队啊 然后五里还是很多在等坐啊 个人感觉就是这个包子真的 算是挺好吃的那种 对 感觉还不错 有没有吃过的小伙伴 你觉得怎样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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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